哈喽,我是Reina,欢迎来到我的乙游小世界 今天又要来跟大家更新乙女游戏的新情报啦 Automate在2月18的粉丝活动Deads of the Automate上面 又释出了好几款新乙游的消息 再加上4月号的Bizlog杂志释出的新情报 今天有好多期待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花店这一期释出的消息 越看越期待 今天预计跟大家分享四款游戏的新情报 还有欧社释出的移植游戏的新消息 就让我们进入2024年2月的已游新情报啦 第一款要跟大家分享的是Hanae Mukaredo 在Bizlog2024 4月号上公开了女主的例会 还有第一次有女主的视觉图 花店的女主总共有四位 每一位女主的个性、年龄都不一样 我自己最好奇游戏剧情的改编方式 也在导演内容有了解答 导演在访谈中提到 在广播剧中大多是用男主内心想法来叙事故事 从男主视角得知如何相爱男主被女主吸引的原因 而到了游戏里面则会变成以女主的视角去推进故事 并且游戏里面会追加更多的剧情事件 会比广播剧更有恋人感 而且花店的故事组成也比较特别 花店跟大多的女女游戏不同 因为广播剧的每一鬼都围绕在一对主角的身上 所以花店的游戏没有共通线 并且每个角色的个人线内容会更多 但故事的进行方式一样是选选项的方式进行 而且每个故事都会有三种结局 整个游戏的主旨一样会延续广播剧的设定 每个角色主题是四种不同的花 一样是花根疗愈的故事 广播剧的内容真的很温暖 让我超级期待游戏 而且优雅化的女主好好看 每个女主都好有自己的特色 我广播剧目前四鬼听了 东里环跟美波天秘两鬼 一个是年上女友 一个是同校同学 我当时就在想 设定差这么多要怎么凑成游戏 没想到会是直接照原设定差 成四男四女 真的太好了 不会跟我心中的落差太多 而且美波的女主形象完全正宗我的红星 跟我心里的温柔形象有搭到 我好喜欢 花店的广播剧 第二鬼跟第三鬼我也都买了 之后要找时间来听 而且最近在玩共生FD续作 又雅化的女主真的美翻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这种 四男配四女的游戏方式呢 我是蛮喜欢的 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有 特定的生长背景 个性才有办法互相吸引喜欢 花店目前蚁绒登我 2024年最期待的蚁女游戏了 好想快点玩到 再来是Deser Day Otome上面发布的新消息 除了在上次2023年Otome Party上释出的六款新蚁游之外呢 这一次的活动多释出了三款新的蚁女游戏 第一款 冬元的祭品 因为激怒了冬之神 所以世界陷入了冬天 而平息神明怒火的方式 是要让女主雷蒂西亚作为神的新娘献祭给灵冬之神 这14名男子向绝望的少女伸出援手 她们究竟是敌人还是伙伴 Ladishia将面临生机勃勃的春天 还是永远冰冻的冬天 命运现在已经揭晓了 冬元的祭品的画风不是我的菜 但我对目前释出的剧情大纲还蛮有兴趣的 感觉是气氛沉重比较悲练的主题 也觉得神的世界观蛮特别的 而且这次搭配的PV BGM很好听 很有淡淡的哀伤感 因为音乐跟剧情会想要关注之后释出的剧情内容 再来第二款游戏是Honey Vibes 故事发生在十二天秘 时而热烈会让人融化的南方国度 这里住着时而危险 时而热情洋溢的野兽 女主天野只笑迷失在黑红白三谷 互相争夺领地的兽人世界 Honey Vibes的题材也很有趣 而且男主有兽儿 超好看 我超爱有兽儿的男主设定 我觉得好萌好可爱 而且画风也很好看 绘师Kuragi一集 是《异世界配信》漫画版的绘师 画的线条感很棒 目前释出的画风是我爱的 再来导演齐腾Yashame 也有导过《异世界配信》跟《时钟机关默示录》 两部都是剧情评价不错的游戏 再来制作人四岛桃子 是黑蝶和灰鹰的制作人 也是评价很好的游戏 光看目前释出的阵容就让我觉得这部游戏会做得很用心 感觉剧本也不会太差 非常期待Honey Vibes后续释出的新消息 最后这次释出的第三款新游戏 《博音鬼艺文》Bellejinsky的魔女 虽然打着老樱花的名义 但剧情跟原本新选组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吧 故事是若变水的起源 故事发生在19世纪初的东欧 以法国为中心欧洲卷入战争的漩涡之中 拿破仁进攻俄国的同时故事展开 老樱花再战100年感觉都不是问题 没想到连欧洲都能延伸过去 会师团队一样是新的博音鬼的四季效组 目前看起来还只是草稿 还看不出来画风好不好看 在这次的影片里面看到最特别的是 客座美术竟然是博夜老师 因为博夜很会画宫廷风格 所以找博夜老师来当指导吗 非常好奇客座美术是什么 目前对剧情没有太好奇 只对博夜老师很感兴趣 这部会稍稍观望一下 再来活动上其他姨女游戏也有更新一些消息 姨女游戏在这次活动中更新了 深幽跟编剧的资讯 编剧除了原本知道的佐佐木迷之外 还有极村莉莉卡跟中山智美 极村莉莉卡跟中山智美是要怎么搭 而且目前姨女游戏看起来是欢乐像的游戏 该不会中山智美还要在这里面偷藏玻璃碎渣吧 因为有中山智美让我开始对剧本有好奇了 再来深幽的部分有松刚真诚 百天降无 岛奇信长 虎河西 没想到又看到松刚真诚的名字 松刚2024年的姨女游戏配的感觉好多喔 太开心了 有喜欢的编剧加深幽 目前姨女倒是有进入我想要购买的清单里面 再来名字超长的Trouble Magia活法学校 有释出了新的PV跟深幽情报 这部的深幽也很豪华 里面有好多好久不见的旧面孔 有前夜之招跟缝版梁太 我好喜欢缝版梁太的声音 超喜欢翡翠的配音 不过目前对魔法学校的题材还好 现在只会先观望 应该不会入手 最后这次的活动还确定了三款旧游戏要移植到Switch上面 这三款游戏分别是 《非色欠片》 《七最非红》 《下空的独白》 《非色欠片》是非常经典的移女游戏 动画也做了好几季 感觉不忘看 好像没有经历到当年的盛况 我也很好奇《非色欠片》 为什么在这么多人心中都有一席之地 是让我很感兴趣的游戏 希望会有厂商中文化《非色欠片》 很想弯弯看 不过我很好奇 现在重制的《非色欠片》的版本是树木太太化的吗? 《七最非红》是《悬疑感撞唐度低的遗游》 故事剧情有神秘小镇跟失踪的哥哥 我对这种悬疑剧情很好奇 有谜团的故事让我好感兴趣 不过不查不知道原来《七最非红》有steam中文版 价格400多台币也不贵 看到留言分享翻译品质也不错 所以马上加入我的购物车 进到我的带玩名单中 《七最非红》我确定会玩 等玩完之后再来分享心得 最后预计移植的是《下空的独白》 听说是剧情非常神的遗女游戏 题材是有穿越时空的内容 而且听说剧情非常虐 越虐的剧情我越想玩啊 也希望《下空的独白》有机会中文化 有中文化绝对买爆 感觉这次欧社移植的游戏提得很不错 都是挑剧本有一定水准的作品 而且有移植就有机会被中文化 终于有机会玩到更多以前经典的遗女游戏了 这次欧社释出的游戏情报让我好开心 每款游戏都有让人想玩的特点 怎么觉得2024年释出的游戏有超多都很值得买 今年的游戏期待度也特别高 日文有很多想玩的 中文想玩的也一堆 感觉2024年会比2023年还要再更精彩 那这次新情报的影片我就没有挑泡沫了 泡沫目前没有释出太多很不一样的消息 每一期的杂志都会释出一位男主的短片故事 跟他一天的行程表 这一期公开的是Wei 那目前官方YouTube有公开男主们的游戏画面 大家可以去看看 虽然Live 2D没有很明显 但整个游戏的画面啊 UI界面看起来很舒服 最后让我偷渡一下这一期超美的甜点图 这一期的With Sweet是项圈2E 是爱石爸爸跟尊总啊 这套图超好看的 爱石好适合围裙 这个应该要出一下力牌吧 好希望甜点系列出的新图之后会卖力牌 好爱这一次的图好想收藏 最后来分享中文化以女游戏的最新消息 因为这段是后来补录的声音可能不太一样 还请大家见谅 在2月29号莫莉花之炯日版发售日的当天 欢乐百事宣布莫莉花之炯中文化 并会在2024年推出 代表今年就有两款跟日本相隔不到一年就被中文化的移女游戏了 现在中文化的速度真的很快 莫莉花的画风超好看我超喜欢 而且又是会写开车巨型的吉村莉莉卡的剧本 让我本来就很期待而且日版我也已经买下去了 也因为莫莉花的分级在17家 所以一定有擦边开车 而且莫莉花在日本的法米通这次有拿到金赏 所以剧情应该不会太差 真的让人蛮期待可以玩到莫莉花的 不过前面还有这么多好游戏 真的很意外莫莉花会这么早中文化 那中原的FD谁要赶快宣布一下呢 真的好想要玩中原的续作 在经过这次共生FD跟莫莉花神速中文化的消息之后 以后除非有特别想要店铺版的东西 不然真的不会再轻易买日版的游戏了 中文化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就让我们再期待一下莫莉花会在2024年的什么时候推出吧 这一期新情报的内容就分享到这边啦 这一期的影片我一样只挑了我比较感兴趣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今天聊到的这几款游戏 大家有特别想要玩哪一款吗 留言跟我分享 我真的超级期待花点 也对Honey Vibes很感兴趣 欧社在2月29日预计发售的莫莉花 我最后有订了一般的特装版 很期待游戏拿到手 希望很修罗场跟擦边R18多一点 共生FD不愧是吉村莉莉卡写的 真的超多隐晦的开车剧情 看得心花怒放 我目前走的路线还没有玩到听说很炸裂的超展开剧情 最后好奇问问大家 想要看共生FD的开箱吗 因为想说有很多人都有买共生FD的豪华版 感觉好像就不需要做开箱影片了 如果有人想看再来跟我说一声 再看看要不要另外剪一个小短片分享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啦 如果你对影女游戏有兴趣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留言跟我聊天 分享你的游玩心得 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啦 大家拜拜